男人把女生叫到了男厕所门口 还没等女生反应过来 就被男人一把拽进了厕所里面 伴随着棚顶一阵阵晃动 女生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学生们听到忽旧慌忙赶了过来 只见女生衣衫不整地从厕所内逃出 随后冲破人群跑了出去 就在大家疑惑怎么回事的时候 男人淡定从容地从厕所走出 简单整理下衣容之后 她挺着腰板穿过了人群 回到教室后 她悠闲地跳起了芭蕾舞 她的舞不是那么地轻盈自在 脸上也挂满了满意的笑容 男人之所以做出如此荒唐的举动 只为向大家证明她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然而这么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没多久她就被关进了监狱 好友王彩玲过来看她 男人不但没有难过 反而感觉挺开心 在这里不但能被当作正常男人 还可以继续跳她喜欢的芭蕾 说着她就踮起脚尖跳了起来 王彩玲不忍心看她这个样子 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此时她非常理解男人的心情 因为她跟男人一样 两人都是别人眼中的怪人 王彩玲生活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 虽然长得一般 但却天生一副好嗓子 平日在小县城的学校里教音乐为生 但她总感觉自己不应该在这里 而应该在中央歌剧院或者在巴黎 为此她经常县城北京两地跑 每次回来都是趾高气昂地哼着消去 仿佛在北京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 这天她纳入天来般的歌声 吸引了钢铁厂的周瑜 为了能够接近她 周瑜叫上表弟黄丝宝做灯泡 希望能够拜王彩玲为师 王彩玲拒绝的理由也很简单 我叫不了 我就是暂时在这儿 很快叫掉到北京了 很抱歉 彩玲气质难捏到位 获托一副中央歌剧院首席的气派 出此灯门送到北京 虽然吃了闭门羹 次日不死心的周瑜又来了 却被邻居告知她去北京了 其实王彩玲每次去北京并不是唱歌 也不是去中央歌剧院工作 而是在催促北京户口的办理 为了能到北京生活 她花三万托人办理北京户口 可对方每次都是说正在办理 还提示她三万可不一定够 王彩玲则坚定地说道 每次来北京 她都回到天安门广场站一会 看着城楼上的灯火通明 那就仿佛自己的前途一样 晚上再来到首都大剧院的门口 等演出开始二十分钟再去买票 因为这样能便宜不少 回去的火车上 她不顾别人的眼光肆意地横长 等她回到家 邻居告诉她周瑜又来找她了 正愁眉地方挣外快攒钱买户口呢 虽然知道她没任何天分 王彩玲还是主动找到了周瑜 要解课死快啊 周瑜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女神 一首歌下来 周瑜佩服的五体投地连连夸赞 本以为可以长期跟女神相处了 没想到却被灯泡黄四宝给搅糊了 虽然同样生活在小县城 黄四宝的梦想是能像画家梵高一样 然而至今三十还是一事无成 也没有给家里拿过一分钱 每天把家里的老母亲戚得不轻 她连续五年去北京参加艺术考试 遗憾的是每次连出师都进不去 这晚她第六次喝醉在了回来的站台 很显然她这次考试又失败了 不忍心看她每次都这样 考虑到王彩玲在北京肯定有关系 周瑜打算让王彩玲帮忙找找人 看能不能把黄四宝梦到北京去 谈话间周瑜又想到了曾经辉煌的自己 于是便自我陶醉地表演了起来 王彩玲对她的演讲不敢兴趣 反而是被门外犹豫的黄四宝吸引 彩玲四宝 他们的名字就是这么的般配 最起码王彩玲的心理是这么想的 隔天她就主动找到了黄四宝 并给她带来了梵高的自传 希望她能成为梵高一样的人 黄四宝虽然高兴但觉得天下没有白吃午餐 黄四宝回心一笑明白了她的想法 她随即向王彩玲提出了另一个请求 希望王彩玲能做一次她的人体模特 因为会画这么多年 她还从没画过一次女的 虽然是个黄花大闺女 但王彩玲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为了能拉近两人的关系 咒玉特意给王彩玲买了两盒磁带 就在她们交谈的功夫 黄四宝敲响了房门 王彩玲听到赛会磁带就去开门了 这把咒玉搞得一脸的猛逼 自己请来的灯泡却把自己变成了灯泡 咒玉只好是去的离开了 王彩玲真的给黄四宝做了人体模特 面对王彩玲那只热的眼神 黄四宝却变得如坐针毡 她只想尽快完成手里的绘画 没想到隔壁却传来了小情侣打牌的声音 一时间气氛变得更加的尴尬 黄四宝赶忙打开了边上的收音机 接着跟王彩玲聊起了户口的问题 她说如果王彩玲去北京她会失落的 因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可以交流的人 你要是让我留下 我可以放弃被揪户口 两人越聊感觉越投机 于是王彩玲大胆地说出了一个秘密 就在他们谈话的功夫 治安脸房的人敲响了房门 黄四宝猜次肯定是周遇干的 在这里他们两人都不被世俗接受 于是黄四宝提一说 离开这去北京 他们可以在郊区租个房子生活 接着两人便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黄四宝一脸兴奋地唱响 这要是开往巴黎的列车多好啊 王彩玲唱响自己在巴黎剧院唱歌 黄四宝在巴黎美术学院画画 这将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啊 接着王彩玲突然冒出了一句话 一句话把黄四宝搞得一脸的猛逼 黄四宝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 他感觉王彩玲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黄四宝说 我一直很敬重你 一直都把你当做哥们看待 黄四宝觉得 男女之间不应该只用爱情表达感情 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最深的感情只能是爱情 我梦那么高的境界 我挺无所谓的 一时间场面陷入了尴尬 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为了化解尴尬的局面 黄四宝说可以任王彩玲做姐姐 王彩玲大失所望 本以为自己迎来了春天 到头来只是她眼中的工具人 因为闹得不愉快 下车后两人直接分道扬镳 王彩玲更加把刘在北京当成了救命稻草 她孤身来到中央歌剧院 找到办公室的主任毛岁自监 但不巧的是正赶上裁员 他们自己的演员一年都排不上两场戏 主任微笑着吓了朱柯玲 王彩玲不甘心 她想用歌声直接征服主任 王彩玲的歌声是真的不错 但也并非是凤毛麟角 就算是凤毛麟角 在那个时候也不一定能出头 没有唱上两句 她就被主任给叫停了 行了 知道你的水平了 其实去年你就来过 王彩玲虽然有一万个不甘心 可北京的人才千千万 还真不缺她一个 为了能够留在歌剧院 她甚至去后勤应聘当个清洁工 没想到 就算是清洁工也要北京户口 王彩玲又失望地回到了小县城 这晚喝醉的黄四宝推开了房门 王彩玲本想把她推出去 黄四宝却又强行推门而入 接着躺在地上伤心的痛哭 很显然她在北京也很不顺 黄四宝的哭声让王彩玲心入刀绞 两人都有未完成的梦想 也同样都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 王彩玲不知道该如何安慰黄四宝 此时她又听到了隔壁小情侣的声音 于是王彩玲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春宵一刻之后 王彩玲容光焕发 开心地给自己系上一条黄四巾 还贴心地给黄四宝准备了豆浆和油条 这天她教了一首春天的曲子 本以为自己的春天就这样来了 没想到楼下却传来了黄四宝的声音 一时间全校的师生都跑出来围观 等王彩玲走下楼梯 黄四宝一把拽住了她的丝巾 黄四宝不断狂扇自己耳光 好像是遭到了巨大的侮辱 接着她直接把王彩玲摔在了地上 这一刻王彩玲的自尊和梦想都被摔在了地上 当晚她换上了自己亲手缝制的礼服 来到她顶之后 她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一跃而下 由于她的下面长满了灌木丛 王彩玲并没有死 只是手臂受了点伤 得知王彩玲受伤的消息 周瑜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不仅带来了黄四宝去深圳发展的消息 还带来了一幅画 正是黄四宝给王彩玲画的那幅人体画 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 王彩玲告诉周瑜 黄四宝一直都在追她 自己被她勇敢的精神所感动 她为黄四宝放弃了去北京的机会 打算留下来接受她 等她把决定告诉黄四宝时 却被告知她根本不爱自己 周瑜听后破口大骂 我早就想跟你说 她不是个好东西 她老是一借话话的没业 丢业女青年 黄四宝走了 周瑜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 她带着那幅画找到了黄四宝的妈妈 说是黄四宝灌醉女青年犯错了 四宝妈这才突然醒悟过来 怪不得她不辞而别去深圳了 周瑜见状直接敲诈了宝妈一大笔 当晚她带着用敲诈的钱买了BB机找到王彩玲 希望以后两人能搭伙过日子 咱俩条件也都不咋地 等着把岁数了 老老实实过日子吧 王彩玲听后气愤地回对了一句 我是你吃鞋桃一口 也不要烂性一口 是 难道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吗 深受打击的王彩玲喝了个烂醉 她幻想着自己是北京歌剧院的首席女高音 一首歌曲结束后 台下的观众疯狂地高喊她的名字 可酒醒之后生活还是要继续 王彩玲放弃了直接去北京的梦想 开始尝试着先从小城市做起 这天她受邀参加了一场露天演出 前面的央歌队深受大家的喜欢 接下来是一段男子独舞天鹅虎 一个男人穿着紧身裤跳着芭蕾舞 妩媚的舞姿引来了群众的真真嘲笑 有人还在台下嬉笑着模仿 一回的功夫 台下的观众就走了大半 王彩玲表演的是女高音歌曲 结果还没唱上两句 台下的观众被她彻底清场了 回去的车上 王彩玲主动坐到了胡金泉身边 同样不被世人接受的两人惺惺相惜 王彩玲说 以后我有了娃娃 也得到她隔离雪跳 胡金泉知道王彩玲是在安慰她 无奈地回答 那你就害她吧 胡金泉是文化艺术馆的舞蹈教师 不经是世人不接受她 就连领导也会对她冷嘲热讽 胡金泉很清楚这是在嘲笑她不男不女 但面对现状她又无可奈何 上次车上的谈话 让她和王彩玲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一有时间就会约着见面 胡金泉说 她小时候就迷恋芭蕾舞 昏天黑地的一跳就是十几年 现在却成了这般模样 想想都觉得后怕 胡金泉一直以为 只要时间长了这个城市就会习惯她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却像个卡在人们喉咙的鱼子一样 让人们感觉很难受 每当看到人们那嘲弄的眼神 她都想一头撞死 这天她带着年迈的母亲去公园偷棄 有人不仅对她指指点点 还直接骂她是二姨子是变态 母亲把帽子拉下的举动更加刺痛了她的心 当晚胡金泉趁着夜市来到王彩玲家 她直接跪下求王彩玲和自己假结婚 只需要扯个证 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实际什么都不需要发生 这样俩人就可以抵御住世俗的流言蜚语 就不会被别人当作怪物看待了 可王彩玲却拒绝了胡金泉 她认为自己和胡金泉不同 胡金泉是跟世俗生活水火不容 而自己只是不甘平庸 等自己坚持不住的时候 还可以随便找人结婚 被拒绝的胡金泉悲痛于绝 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人们的歧视 次日上课的时候 看着眼前一大堆女人 她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然后就把其中最漂亮的学员叫了出去 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她把女生拉进厕所假装猥亵 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个正常的男人 等做完这一切后 她在教室内跳起了舞蹈 这一刻她跳的是那么的轻盈自在 然而这么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她以猥亵未遂的民意被捕入狱 当王彩玲满脸忧愁的来看她 胡金泉却是满脸笑容 她说自己在监狱的待遇不错 说完就好像松了一口气 王彩玲却难过的低下了头 胡金泉感受到了王彩玲的悲伤 她说监狱的领导还让她拍练节目呢 说着胡金泉立起脚尖跳了起来 这一刻她已经完全和世俗和解了 但王彩玲却更难过了 她起身离开了监狱 也许那晚答应了她的请求 现在她也不会这个样子了 从此王彩玲在没了之前的高傲 下课的时候只会抱着书勾着头 也许是多日压抑情绪的鸡肋 这晚她的胃疼的异常难受 无奈之下 她敲响了隔壁美女的门 美女不仅给她拿了药 还热情地给她盛了一碗粥 寒假的时候 王彩玲坐车回了老家 此时的老母亲已经满头白发 老父亲瘫痪在床已经不能说话 老母亲催王彩玲该结婚了 年龄不小了 在这小地方总该入乡随俗吧 电视里放的是难忘经销 床上的三人却都已睡着 次日王彩玲被外面的鞭炮声吵醒 看着老母亲放鞭炮庆祝新年 这一刻王彩玲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好 自己确实也该入乡随俗了 再次回到住的地方 她开始研究起了土方 想要治疗脸上的疙瘩和黑板 这天一个光头女孩和母亲找了过来 女孩名叫贝贝 因癌症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唱歌 过几天北京又隔夜于歌手大赛 她想在临死前能完成愿望 希望王彩玲能给她指导一二 可一首歌下来 王彩玲觉得她远在自己之上 根本没办法再给她指导 这时母亲又提出 听说王彩玲马上就调到北京了 在那边肯定有不少关系 希望能够帮他们一把 王彩玲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这是她根本帮不了 可贝贝却演起了苦情戏 无奈之下 心善的王彩玲答应了下来 一到北京她就找到了中介 希望能把买户口的钱给退回来 可中介最多只愿意退一半 当晚她对母女二人说了实话 自己在北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这退回的钱算对他们的歉意 希望他们自己花钱去找关系 没想到比赛很成功 贝贝意外拿到了第二名 听着电视上贝贝的获奖感言 王彩玲激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然而贝贝却突然跪了下来 她说她根本没有得癌症 边上的女人也不是她的妈妈 但是 聪明太难了 超了好多人多了 咱们又是小地方呢 摸点特殊手段 根本出不根 王彩玲气愤地夺闷而去 她付出了全部的心血来帮助贝贝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场骗局 这次的欺骗除了让王彩玲 失去了北京的机会 也彻底消耗完了她所有的激情 寒风中 她骑着自行车艰难地向前挺近着 这一幕其实很像她的生活 艰难疲惫又狼狈不堪 这次事件后 王彩玲终于向生活妥协了 这天她来到婚姻介绍所 交了50元的介绍费 留下电话就走开了 紧接着黄四宝从里面钻了出来 原来这的婚戒所是她开的 自从去深圳后 她也彻底对生活妥协了 不仅放弃了反告的梦想 还学会了坑蒙拐骗 刚出门就被一群人追着打 好在她眼疾手快迅速跑开了 结果面包车被砸了个细碎 她开着没了玻璃的车子走在大街上 此时王彩玲也正在街边啃着烤鸡吃 两人相互看了下都没有说话 曾经不干平庸的两人 如今都慢慢的被现实改变了 这天王彩玲做饭的时候 隔壁的美女走了过来 男朋友不仅骗了她的人 还卷走了她全部的钱 我一个能咋办 以后连你都不如了 本来王彩玲还想安慰她 听到这话瞬间变了脸色 她感觉美女是把幸福建立在她的不幸之上 是因为她很不幸 所以美女才愿意跟她交朋友 才愿意跟她说这些 美女听后也非常的生气 当晚她就拉走了全部的家当 也许是在疑似遭受打击 也许是婚戒所一直没动机 王彩玲到福利院领养了一个孩子 看着闺女开心的逗着孩子 老父亲的脸上划过一道泪痕 为了能给女儿好的生活 王彩玲去内蒙拉了一车养 在集市上摆摊卖起了羊肉 由于女儿天生秃唇 这天她带着女儿到医院做手术 没想到却意外遇到了周瑜 此时周瑜的闺女都已经五岁了 王彩玲给周瑜介绍自己闺女 周瑜问她什么时候结的婚 王彩玲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了 没多久 王彩玲带着康复的女儿去了天安门广场 这个她一直都希望能够扎根的地方 也许此时的她已经完全放下了 电影的最后 王彩玲在意大利歌剧院演出 穿着华丽的礼服 脸上没有任何雀斑 而台下作无续席 她放声歌唱 宣泄着这一路的不遗和心酸 当然 这只是导演送给王彩玲的一场梦 在无数个平凡的黑夜里一场起立的梦 立春是由顾常卫指导蒋文丽主演 上映于2007年的剧情电影 《黄思宝之大财书》 索依也是第一个放弃梦想的人 自从去深圳体验了市场经济 回来就学会了坑梦拐骗 她不但沦落为平凡的人 甚至堕落成比平凡更为不堪的人 胡金全是真正的为艺术而献身 但她也要面对世俗的生活 不能总让老妈抬不起头来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她想到跟王彩玲假结婚 悲剧之后又想到了威信女学生 虽然最后不信郎当入狱 但她依然没有放弃跳舞的梦想 王彩玲是最悲惨的一个 也是逐渐觉醒的一个 到最后她去征婚 条件是科研人员 没征到就领养了一个小孩 为给小孩治病她改行卖起了羊肉 认真踏实地过自己的生活 并从生活中获得了乐趣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 都有一个王彩玲 从唱歌到卖羊肉 从自命不凡到甘愿平庸 从犯天腹地折腾异常 到只图个现实安稳 而这个王彩玲的 另一个名字叫青春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评论点赞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